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说平安 平安 很高兴 代表台南神学院来到我们教会 为学校 向我们弟兄姊妹请安 也向我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在过去长期来 我们对台南神学院的 代导还有奉献 关心 很感谢神 在1865年 他拆拍了 玛雅各医生 他们一行人 还有几个牧师同行 从英国搭船来到台湾 然后他们在安平登陆 就开始在南部的地方 做起宣教的服事 然后过了大概将近20年 那边不到 神他又拆拍了 马杰博士 从加拿大搭船 来到台湾 他第一站是到打狗 就是今天的高雄 跟南部的宣教师们一起 会合 然后在那边看他们如何宣教 跟他们相处 住在一起 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之后呢 他深深感受到 他的核场不是在南部 于是呢 就跟南部这些宣教师 这些同工商量结果 然后呢 就由当时的李修牧师 还有几个同工陪伴下 从打狗坐船 就是高雄 然后呢 往北走 往北走 到了淡水河口 然后进入淡水 在巴黎 巴黎那边登岸 然后呢 他一下的船 上了渡地之后 他就浮浮在地上说 神啊 谢谢你 这就是我的核场 所以某些牧师 他就立定心志 将他一辈子奉献给北台湾 然后呢 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跟南部的宣教师 他们有个会议 上了说要如何区分 南部的宣教区 跟北部的宣教区 后来他们看一看 就用大甲溪 为界限 也就是大甲溪的以南 南岸那边 是属于南部的宣教区 大甲溪的北岸 就是属于北部的宣教区 所以我们新竹中卫 有包括一些今天大台中 以前是台中县 现在是台中市 像厚礼等等这些 这早期宣教师 他们为了这块土地 他们来到台湾宣教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觉得说 他们年纪会衰老 身体会被神接回去 于是他们第一次想说 总部人老师靠着 从他们的母会 拆派宣教师来台湾宣教 于是就兴起了 新建神学院 然后训练本地的在地人 本地人成为神的仆人 成为上帝的使者 于是就设立了台南神学院 然后一样的在北部 马歇牧师他有这样看见 那时候设立那个学校 叫牛津学堂 别名叫逍遥学院 因为他们上课 就像耶稣一样 带着门徒 到处去宣教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呢 白天就做什么事情 宣教跟一件事情 马歇牧师一辈子 拔了差不多将近一万颗牙齿 蠻吹去的 就当牙医这样 拔牙齿 然后呢 也教导当时候的 台湾百姓的这种 卫生习惯 口香卫生等等这些 然后晚上呢 他就要将他自己的 所学的神学学士呢 来教导那些 跟随他的门徒 也是一群台湾人 然后呢 我们当中我们很熟识的 我有几个例子 像高俊明牧师的阿公 他的祖父 高长 就是当时候 台南神学院 这个 創校者巴克里牧师 后来是 他的学生 然后呢 北部我比较不熟 因为我还要去看一下 他的资料 那 可以说很早期 我们台湾的第一代 的传道者 就是出自于这样的 原因底下 不管是台南神学院 还是台湾神学院 都做了相同的事情 就是这样 训练我们本地的 信徒成为 我们本地的宣教者 一直到今天 还是一样 不管是台湾神学院 所做的 还是台湾神学院所做的 几乎都是 遭受我们本地的 信徒的 这些青年们 那当然有跟一些国际的 学校 一些神学院有做 交换学生的这样的 动作 所以在这两个校区里面 有一些少数的 国际教案学生 比如说像 在南神以前 牧师我在读的时候 有来自南非的 或是 奈吉列亚的 一些这些 非洲的学生 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是牧者了 可是呢 因为他们想要学更多的 神学学士 还有了解更多地方的 民情风俗呢 所以呢 他们就在 成为他们母会的推荐底下 透过世界基督教协会的这个推荐 来到台湾 那有的就去到台南神学院 有的就去到台湾神学院 那早上牧师要藉由 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 这段圣经的记载 来跟我们用耶稣呼召余呼 做门徒这个题目 跟我们一起来思考 这段经文 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教导 以及我们所要学习的 成为一个信徒 我们要当要做 怎样的 付出 才能成为 我们主耶稣基督 呼召我们 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称职的 在今天这个世代 一个称职的信徒 或是说基督徒 任何行业 任何职业 当你要成为 当中的一个 顶尖的佼佼者 你必须付出很多时间精力 自我训练也好 跟着教练训练也好 早上我们执事很可爱 跟我弄那个 这个录音系统 我看到两个手都包纱布 我现在想说 他会是前几手吗 然后我想 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受伤了 我就问他说 你手怎么了 没有啦 因为练习前几 太过过分的用力 所以稍微有点受伤 你看 我不知道 我们执事 他学前几几年 我不知道 可为了 让他四级的拳击能力 更上进 他就必须更用力的去练习 结果导致结果是什么 两只手都绑了奔袋 那个奔袋不是打拳棋的时候 绑的奔袋不一样 那个牧师还看得出来 一般打拳棋 他们预备之前要套上头 那个奔袋是 就是有点松紧的那种 不像我们一般这种 这种纱布奔袋 是有点松紧的那种松紧袋 所以从这个我们就看见说 其实 我们现在说有些 各个业界的 不管是老板也好 或是成为主管也好 或是你那是个 最基层的职员也好 那我相信 你能够在你所处的 这个行业里面 有一席之地 不管你的地位如何 你还是要付出 你一番的努力 才能够得到这个职份 不是吗 所以圣经事件中 都记载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若有人要跟随耶稣 要当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一样要付出代价 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说我恒圣 我就每个礼拜天来教会 然后周间参加个周间的聚会 如果有小组的话 就参加小组 就参加一些像读经会 会祷告会等等这些 那我就可以这样 凭这些 将来就得到 得着我一辈子 在追求在盼望 神所赐给我的那个 永生的生命 可能吗 因为 牧师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到了末日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有多少能够让耶稣认同的 然后说我是好又尽忠的仆人 还是我有多少让主不能认同的 说你这个又懒惰又可恶的仆人 像一丁姐妹 我们记得今天早上 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的记载 彼得回应耶稣的呼召 他所付出的代价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格尼撒勒湖旁边 纵能拥挤他 要听他的 所讲的上帝的道 然后呢 在布远处有两艘船 靠停靠在岸边 与我们去西王了 这两群人 对耶稣 其实他们都知道 他们也认识 因为加利利湖 或是说加利利海 离耶稣的出生地 薄利很近 都在那附近而已 可是这两群人的环境 绝然不同 疫情是怎样 哇耶稣来了 赶快赶快 就好像 如果哪天我们听到说 我们的总统 不管他是谁 要来我们中平路 我相信大家 都会跑出来要看一堵 总统的风采 甚至可以跟总统握一下手 哇 无比光荣 可能那个手回去大概 一个礼拜都不舍得洗 这群人 他们把耶稣 当成偶像 当成明星 当成他们追逐的一个 对象 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要听 他所传扬的上帝的道 真的吗 我们每个礼拜天 来到教会 不管我们是参加 这一堂的华语礼拜 也许有人 待会还会参加 下一堂的台语礼拜 我不知道 但我们扪心质问 你来到这边 坐在那里 你的心真的有 借着圣灵向神敞开 来聆听 来接受神的教导吗 然后呢 回去到家里 就真正的在你的生活中 将神的教导 在你的生活里面 实现出来吗 其实 这都要付上代价 今天天气很好 对不对 没有人会否定 一般人 甚至包括我们的子女 可能他们怎样 哇天气那么棒 带着我们的孙子辈 带着我们的孙子辈 去干嘛 不是去教会 去交友 难得好天气啊 我干嘛去教会 一两个小时坐在那边 又不知道 牧师在讲些什么东西 听都没有 听不懂 所以他选择不来 但是既然我们来了 就像刚才牧师带我们祷告一样 我们要怎样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然后用这样的态度 是用心灵 来敬拜上帝的态度 我们在这边礼拜 在这边敬拜 那个意义 才会彰显出来 神的教导 才会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能够活出来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的 所处的地方 做光做眼 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看见 在这一群人里面 这些渔夫 其中包括 除了西门彼得以外 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 也在捕鱼的行列中 那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选择了彼得的船 上去之后 请彼得稍微撑开 离岸边远一点 然后就坐下来 教导众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这边 现在大概比较没那么热闹 我知道以前 我们周明街很热闹 是中立的一个 下了火车站 是最热闹的一个闹区 热闹的地方 人挤人 特别是在假热的时候 所以我们刚才开车进来 就看到有一些 有告示牌显示 礼拜六 礼拜天 下午三点以后 怎样 车子禁止进入 就整条马路成为什么 成为人行徒步区 行人的徒步区 让人家可以放心的 不用担心有车子 有摩托车 有什么 会撞到我 然后这样悠悠在在的 逛街买东西 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众人拥挤着耶稣要听他讲上帝的道 然后偏偏耶稣又是在这个 尼克撒勒湖也称为加利利湖 在推挤中 不管谁掉下湖里面 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所以为了让大家的安全 能够顾虑到 于是呢 耶稣就上了彼得的船 要他稍微离开岸边远一点 然后就坐下来在船的上面 开始教导 传良上帝国的福音 上帝国的话语 然后讲完道之后呢 他就跟西门彼得说 把你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沙王吧 这边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到底会不会补鱼 其实耶稣他不会 耶稣精通的是木匠的手艺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约瑟是个什么 是个木匠 所以他呢 互传子嘛 所以很自然的子乘互业 他精通的是木匠的手艺 他哪里懂得什么叫打鱼 而且彼得也跟耶稣讲 说什么 他说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鱼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了 所以他们就这样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撒网下去 一下子把网收起来的时候 突然 不对 怎么那么重 依彼得他们专业渔夫的经验 表示这一网 哇 那个鱼多得不得了 所以港门怎样 用手势呼召 另外一条船的同伴 把那条船给开过来 声音告诉我们怎样 说他们把鱼钻满了两艘船 甚至船差点沉下去 这时候彼得 一开始他叫耶稣什么 夫子 不是 因为他想说耶稣是一个 教导上帝话语的老师 夫子 可是这时候他不是 他深切认识到 眼前这一位要他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然后呢 撒网的这个人 不是一般的 他们在会堂碰到的那些 金文士 那些祭司 或是那些法律塞人 在教导圣经的 不是 所以呢 他就跪塞来 符符在耶稣的面前说 主啊 请你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兄弟兄姊妹 不管你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 还是 你是第一代 因着 人家向你传福音 而成为基督徒的信徒 你有没有 像彼得一样 常常发现自己是个 软弱 是个 不小心就会得罪上帝的人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要向神认罪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再次的遮盖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 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遮盖跟洗净 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稳 也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遮盖 让我们 被神称我们是个义人 这时候彼得 他 就很清诚的 扑倒在主的面前说 请离开我 主啊 请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让我们看见耶稣他的作为 耶稣他并没有斥责彼得 也没有听彼得的话 就 好吧你就靠 船靠完之后 他就走了 没有 他缓得呼召 彼得 要彼得来跟随他 我们称为基督徒 也是因为圣灵的呼召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灵上帝的呼召 不管我们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 或者是你是听到朋友 带你来教会 因而认识这位神 而信主的 我们都是罪人 牧师我在我的家族 我是第五代的信徒 但那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因为若不是神 借着他的独生爱子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并且为我们将他自己 为我们的罪 将他自己摆上 走上施架的道路 受死留他的保血 来洁净我们 来遮盖我们 请问 我们要拿什么 跟神说 我佩德 你称我是义人 我佩德 被你拯救 没有 没有 不管你今天 你的社经背景怎样 还是你的社会地位怎样 你的声望怎样 还是说 你的名字多么重要 只要一讲人家都知道 还是说你多么有钱 世界外在的条件 都不能让我们 这个罪人 有罪的人 能够被神所接纳 那我们从圣经 师福音里面看见 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不是要救那些 自认为是义的人 他是要救那些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人 所以他告诉那些文士 那些华利塞人说 没有生病的不需要医生 唯独生病的才需要医生 你若没有病 你去医院干什么 就是去探皇 去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他生病住院的 不过你好好的一个人 你没事跑去医院干什么 不可能 去医院 就是因为你有病 所以才要找医生 帮你诊断 帮你治疗 一样 若我们不是承认我们的罪 因为主耶稣跟我们没什么干系 跟我们没有毫无关系 因为他的赦罪的功效 他保血所彰显 遮盖我们的罪的功效 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处 因为你自认为你是个义人 你是个好人 你配得得救 那耶稣干嘛来救我们 但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 我们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就怎样 我们才需要主耶稣基督 也因着这样 主的降世为人 跟我们才有关系 也因为这样 因着主的爱 跟主的牺牲 跟主的接纳与喜敬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互到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 他已经回到天国了 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但在人人类 在家里面 或是私底下 我们碰到我们的长辈 我们才会称他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会叫他爸爸 叫他妈妈 我们的其他的亲人 我们会叫他伯父 叔叔等等 阿姨姑妈等等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 今天我们看 彼得如何得着 耶稣的拯救跟应许 就是他走出他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耶稣曾经说过 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 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耶稣进入到彼得的船 他就来到彼得的生命里面 并且进一步他要帮助彼得 走出格尼撒勒湖 或称加利利海 一日走出自我的那种经历 为中心的世界 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常常 在读经祷告的时候 愿意将自己全然摆上 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的带着一颗 敬虔那种 用心灵来敬拜神的那种态度 进到教会 离拜完之后你回到家里 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 让圣灵 彰显出神的容美 彰显出神的爱 彰显出神要救赎罪的那种 荣光荣出来 还是你愿意说 礼拜是礼拜 回到家里 我仍然过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见彼得 他不但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 再来他也回应主的呼召 然后不但回应之后 他也走出他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所以我们去看四福音 特别有关彼得的记载 彼得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之一 彼得也是一个敢讲 把话讲得很满的一个人 他甚至在耶稣说 他将会被捕 将会被审判 将会被钉死 他说什么 主啊 无论你去哪里 我都跟你去 被杀 被关都没关系 可当耶稣被抓到 大祭司的家里面 要夜神的时候 彼得就在运势里面 跟着人家去烤火取暖 当有个信息 你不是那个 我怎么办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几次 三次 激叫之前 他三次不认主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 刚好激提 激民了 激叫了 他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他就非常的痛哭 也非常的伤心 他伤心的不是 耶稣基督 出了那些之外 他上次 我为什么 把话讲得那么满 却没办法做到 后来 耶稣护我之后 就是在湖边 耶稣为他们考虑的时候 当耶稣把鱼剥开 要拿给彼得之前 问彼得说什么 彼得你爱我吗 问几次 三次 三次 后来彼得 就成为初代教 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师 一个很重要的牧者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在圣殿的门口传讲 就会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 之后 那些听众就觉得扎心 问彼得说 我们当做什么 彼得说 要认罪悔改并受洗 那天受洗了多少人 三千人 一场讲道 神的恩典 圣灵的作为 圣灵的作为 因着彼得的一场讲道 让三千人悔改 认罪受洗 我们不用自比跟彼得一样 可是我们可以怎样 天天的向你的左邻右舍传福音 我觉得我们教会 每一周的周报 应该有一张更新 回去把更新看完之后 不要丢掉 送给你的左邻右舍 送给你的同事 送给你的朋友 送给你的同学 都可以 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些未信的人 有一天神要藉由那一张 不起眼刻 这是你们的故事 不是故事 是真能真事的 公报社去采访之后 记录下来的见证 发挥它的作用 让人因着更新里面的这些见证 就被感动 就来到教会 也成为神的子女 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巴不得我们学习彼得的仰视 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 或是说基督徒 或是说信徒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他呼召我们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 是为了怎样 虽然肢体都不一样 但未来成就是什么 神的大使命 传福音做见证 领人归主 我们基地有祷告 爱你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是台南升圈的今天主日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也谢谢你 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 像彼得一样成为你所呼召的门徒 主就求你 让我们能够放弃自我 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 这些世上的美好 让我们能够专心一致的 来为你传福音做见证 因为这是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 虽然我们也知道 你也要我们六日劳碌 但我们更要在意的是 我们要谨守 就是在主日的时候 来到教会来敬拜你 带着虔诚带着心灵的态度 摆上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回去之后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居住的地方 就成为你的光 成为你的炎 成为这世上 众人所聚焦的一位你的门徒 就像彼得一样 虽然我们没有像彼得那样的能力 一次的讲道就有三千人受洗 那我们相信 叫我们愿意 主你也会赐给我们 传福音做见证 你能归主的能力 我们愿意一个一个 接一个的带领人来认识你 主谢谢你 那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时间 藉由影片 知道台南神学院 他们所教导的 所装备的这些 无论是在教会成为牧者 或是成为其他职份的同工 主我们也愿意 推荐我们教会这些 优秀的青年去报告神学院 让他们也能够成为 主所重用的仆人 就像主耶稣呼召彼得 安德烈他们一样 成为你的死者 来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谢谢你 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民 Amen